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的是4月YouTube會員專屬投票冠軍 尤尼爾 她曾經是光榮的守門人家族一員 為了拯救在永生花園的孩子們 被迫與蘭契君主進行殘酷交易 從此目逐光輝的法希臘斯消失了 世間只剩下沉默和醜陋的怪物尤尼爾 尤尼爾的所屬陣營分別是 光輝軍團、黑暗輪迴和傳說彼端 在PVE層面,三個陣營中的超絕手 只剩下艾爾文一個一線的英雄 在人設上,作為光暗同體的尤尼爾 同時持有光輝和黑暗陣營是很合理 剩下很可惜,並不是超煩 否則只有近戰傷害的她 其實會與龍媽的超煩超絕很配合 所以在尤尼爾的職業線上 如果你是一個高練英雄不多的玩家 大叔會建議將精通石投資在真女線上 這樣尤尼爾可以多一個選擇 進入光幼仕圖的聖職超絕體系 如果大叔像骨灰級的玩家 高練英雄有很多 譬如有六星波波 有六星勒開麗絲 有六星蘭迪烏斯 有六星蘭迪烏斯 這樣便會建議長住在較高攻擊力的魔物線 畢竟尤尼爾的定位就是輸出 尤尼爾的基本解鎖條件 生命和傷防由伊利斯解鎖 台版在五月二十八號 畢竟限時活動可以免費入手伊利斯 攻擊和智力由尼奧佩克解鎖 台版在六月十八號有精選池 分別是尼奧佩克、伊普西龍和尼斯蒂爾 亦基本關係 尤尼爾可以解開塞尼卡智力基本鎖 深知基本level 4 魔物線有血量低於70%時 進戰遭受傷害減10% 就不算實用了 聖者真女線 當受到有弱化部隊攻擊時 進戰遭受傷害減10% 挺實用的 深知基本level 7 光暗魔物線 與有弱化部隊戰鬥時 增傷10%相當實用 聖者真女線持有五個或以上的強化時 增傷10%相當實用 極意的疾谷 尤尼爾的天賦 進入戰鬥時 遭受傷害增加30% 進入戰鬥 但尤尼爾沒有範圍攻擊 所以對她來說沒有影響 一定是享受到增加30% 廢耀聖家 遭受傷害減30% 免疫弱化 觸發免疫時獲得露蓉 露蓉是甚麼呢 每層露蓉會暴擊率加15% 累積層數沒有上限 但留意暴擊率封頂了 最高低100% 不會有200% 四層以上露蓉 行動結束時 且處於危險範圍內 移除剛剛介紹的揮耀聖家 並且可以再行動 當你未有揮耀聖家 便會視乎敵方的傷防 因應較低的一方 而作出物理或魔法的傷害 再行動結束時 移除所有露蓉 重新獲得輝耀聖家 來到職業的比較 光暗主宰 魔物線 左手邊 擁有較高攻擊和防禦 被真女克制 可以額外裝備 鎚、劍、匕首和重格 聖者 真女線 右手邊 擁有較高生命 魔防和技巧 克制魔物 額外裝備 劍、匕首和重格 如影片初 浅潭陣營時提及過 老玩家建議選魔物線 反之選擇真女線 例如大叔老玩家 有六星波波、黎可麗斯、蘭迪烏斯 陣營上選擇很多 所以選擇魔物線 但如果目前暫時 陣營選擇較少 便建議尤尼爾入真女線 可以入到光有仕圖的聖聖體系 諸惡之佛三思覺醒技 被動技 當你未持有輝要聖家時 便移動力加2 甚麼是未持有輝要聖家 即是觸發再行動我當一刻 被動技 行動結束時 每擁有一層露蓉 就回血10% 這招冷卻是4個回合 射程一格 1.7倍傷害 當敵軍有弱化時 便會禁復活 禁復活 禁復活便只限於PVP 戰前將敵軍的強化轉化為弱化 轉化數量等於持有露蓉的數量 如果敵軍沒有死亡 下個回合開始時 便會獲得4層露蓉 如果你擁有輝要聖家 便會立即獲得4層露蓉 即時再行動 敵軍死亡 便可以再移動三格 配著同期英雄賽里卡的100%時鐘 用這招三思覺醒技 每個回合都可以移動 連續打兩次三思 性非加護 指揮三格內的有軍 行動結束時 可以驅散一個弱化 並使得游利爾獲得一層露蓉 當主動使用時 便會回血30% 獲得4個隨機強化和4個隨機弱化 當每有一層露蓉 這一招技能的冷卻時間 和上述效果的數量 便會各減一個 由於揮耀性監免疫弱化 所以獲得4個隨機弱化 等於送了4層露蓉給你 隨機強化是甚麼呢 其實是天女頭的強化 但要留意 天女頭2加3 這個性非加護是2加2 你會優先獲得尚未有的強化 例如 尤利爾已經擁有超絕的公智20% 密防20% 魔防30% 即是有三種強化 剩下來 必然獲得增加移動力兩格 增傷20% 減傷20% 和回血20% 這四個強化效果 嚴血審判 冷卻疑 射程一格 1.5倍傷害 敵軍持有弱化 增傷20% 戰前私家自身持有露蓉數量的弱化效果 最多4個 盾擊 戰前雲圓 這一招無論PVE和PVP 都是很實用的一招 你可以因應的情況而大不大 大學 較為PVE向 戰前驅伸兩個強化 加降攻志 實用度很高的補兵老牌技能 攻擊威嚇 每個回合穩定 就將敵方降攻志15% 波士戰比較適合 血戰 以COS1技能來說 都是帶性非加護 就會比較有價值 奉獻 都是一樣 COS1來計 一定是帶性非加護 就會比較好 鐵碗 因應關卡 你可以令到尤利爾化身 做一個物理型的坦灘 來到裝備介紹 先講的是武器 骨槌 力到敵方降防15% 可以協助團隊輸出 亦可以增加武殺的機會 水晶風刺 當技巧被敵軍高的時候 就會無視敵軍20%防禦 傷害高單點向 封印守護者 攻守一堤 使得本身已經有30%減傷 尤利爾更加強硬 尼米爾鐵鎚 殺敵之後 或者有軍死後 增傷20% 比較PVP向的一個武器 防具 埃尼亞斯之甲 增加3C被動 露湧帶來的回血量 守衛者禁隔 30%機率作出20%減傷 天女 被攻時30%作出驅散 以及施加這個弱化效果 提亞瑪特之遊 幫混合部隊時 遭受魔法傷害降低20% 投色提爾之路 條件式使得技能 以及反擊傷害增加10% 升降頭 條件式增加技能 和普攻傷害 天女頭 幫有軍施加循姬的強化效果 命虎道神 PVE向 附加遭受傷害提升15% 色品部分 霸者斃章 全屬性加5% 何攻何坦 都蠻適合尤利爾的定位 神業護徑 攻擊加8% 被人打時防疫加10% 殼血 攻擊加8% 免疫塵物 屠龍 審判 籌土 對應不同的兵種 特外提升12%攻擊力 精通石的建議 武器和飾品 會建議負攻擊生命和技巧 防具和投色 會建議負攻擊生命和傷防 攻擊是尤利爾的絕對核心屬性 父母的屬性都建議吹高落攻擊力 武器和飾品技巧 加上40點等於4%的攻擊率 防具和投色就不建議負技巧 加上10點等於1% 收益很低 如果你不想太進取 或者你不想用水晶封刺 其實都會建議 將技巧附在雙方 因為競技精 除了剛剛提及的那些之外 可以附增加部機率 加部傷 減部機率 或者減部傷 附魔總隊的介紹 第一樣介紹是時鐘 但用這個時鐘 大前提一定要配合 塞尼卡的護甲親和一起使用 配合著這個護甲親和 就可以造成100%的時鐘 使得尤利爾的3C覺醒技 可以每個回合都連續移動用兩次 輸出來非常驚人 第二樣介紹就是滿月 高攻擊高傷防 配這個天賦的高增傷和高減傷 非常之配合 輕鋒 機率 加兩格移動力 增加壓制範圍 PVP向 捏一 露涌裡擁有極高的暴擊率 就可以好輕易享受到 大力的高壓暴擊傷害 兵總修正 生命30% 攻擊35% 傷防20% 總修正去到105% 比絕大部分英雄100%高出5% 泛用的生命不是40% 就比較可惜 不過整體來說已經相當不錯 洗聚者被人攻擊時 就有20%減傷 以及當沒有弱化效果時 可以復活一次 游利爾天賦的揮耀聖家 就免疫了所有弱化 很穩定可以觸發到這個復活 但要注意 光環類的debuff 不能夠被免疫 所以不能夠觸發這個復活 例如 蘭迪烏斯耶 名鏡子水 禁載而動 或者皇帝的天賦 沙海龍兵 擁有著非常優秀的屬性 全部數值都屬於一個很高的水平 當周圍一甲沒有有軍時 攻擊傷防提升40% 士兵回血亦都40% 跟步兵型科技的 孤軍奮戰法動條件一樣 一甲旁沒有有軍 超強力的一個兵種 非常值得投資練起上來 巨型菱容 全屬性面板都相當高的一個兵種 無條件生命攻擊以其暴擊率加35% 當飛滿血那陣 進入戰鬥之後 回血40%的血量 內戰力是非常之高 近衛步兵 天花板級別的53生命 配合著防禦45%提升 超級硬 主玩坦克定位那陣 可以帶上這個兵種 好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按讚訂閱 訂閱之後 記得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生兵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同時 整個加入大叔頻道會完 訂閱旁邊有個加入鍵 學取尊重的icon 表情包 以及投票選出你想介紹的英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會 拜拜